大家看我这盆茉莉花现在已经长出了花苞出来 我们茉莉花第一波花是不能够留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它的花苞非常的少 而且非常的小 开花开不忘 而且开的也不好看 所以我们发现茉莉花长出第一波花苞 一定要及时修剪掉 从这个枝叶顶端这个部位把它修剪掉就可以了 只要是长花苞的部位都给它修剪掉 修剪之后的补肥也是非常关键 那么现在它已经开始花苞分化 我们这个时候追肥就要以凝肥为主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给它用凝刷青甲 稀释1000倍叶面喷湿 7天喷一次 可以有效补充凝元素促进花苞分化 可以让它第二波花苞花苞长得更多更旺 那么你的茉莉花才能够开花开得爆棚 当然了在这期间除了补肥之外 光照和水也一定要补足才行 好了本期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